小朋友拉肚子 嘔吐掛急診 家長好擔心 以為醫師檢查後會先開藥 沒想到進食要求小孩先吃冰 醫師指定家長買冰棒 看著小孩在急診吃完後 沒多久就對家長說可以帶人返家 這樣的神操作讓家屬相當錯愕 因為傳統印象中 吃冰不是對身體不好嗎 但冰棒竟然是國外兒童急診的小配方 小朋友如果真的是很喘 很不舒服的情況下 他是完全沒有食慾的 他喘他就不會來跟你要冰棒吃 他可以把一整根冰棒吃完 就是一個可以回家的一個狀態 光從吃冰棒就可以進行 小兒評估三角法 觀察孩童外觀 呼吸和循環 如果小朋友願意吃冰棒 活力就沒有問題 吃冰棒時不會喘 呼吸也就沒有大礙 而吃東西時腸胃道消化 需要大量血液 如果血液循環不好 小朋友就不會想吃或吃了會吐 但可不是什麼冰都可以 急性腸胃炎來的 這時候他的腸道裡面 常常有一些乳酸酶會缺乏 不太適合吃這些 含有高量乳製的這些冰棒 因為吃了之後 他可能會拉得更嚴重 清冰才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選擇 挑選果汁冰棒或清冰 避免牛奶冰或冰淇淋 另外也要注意 有些症狀不適合吃冰 小孩子嚴重咳嗽 氣喘花作的時候 還是不要吃冰 容易導致咳嗽更嚴重 神病的孩子不能吃冰嗎 現在衣食破除迷思 冰箱背著幾支冰棒 不僅在家就能了解孩子狀況 也能舒緩 孩子緊張 酒王之文 莊貝茲 猜瘋不懂 在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